好第30章 Induction and Inductance 感應跟電感 電池感應第30章 電池感應的主要內容我們就要從法拉第的實驗開始講起 法拉第發現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 如果我們準備一個線圈 這個線圈雖然沒有接電池 但是呢 讓它接過一個電流劑 結果呢 我們發現 如果我們把這個磁鐵 向這個線圈靠近的過程當中 這個線圈當中的電流劑會有電流流過 如果把這個磁鐵拉離開 這個線圈附近的時候會有反向的電流被感應出來 OK 這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發現 磁鐵 對線圈的相對運動 會在線圈當中產生感應的電流 同樣的感應電流呢 產音感應電流的方法不一定要靠磁鐵 譬如說 在這邊 這邊是與這邊相同的一個線圈 那在另外一邊呢 也放了一個線圈 但是這個線圈裡頭接了一個電池 然後有一個開關 如果我們把開關 接上 瞬間會有電流流動 瞬間流動的電流會在這個 線圈當中產生一個 磁場 這個磁場 穿過這個 線圈的量會隨著電流增加 磁場增加 通過的量也會增加 這個時候會發現這邊有感應的電流產生 如果再把這個開關撥開來 電流又要瞬間又要開始消失的時候 又會發現 反方向的感應電流又會在電流劑當中產生 所以可以透過開關的 on off on off 這個交替過程 也會在這個線圈當中產生電流 所以至少有兩種方式可以產生電流 事實上呢 如果把這個磁鐵 不要做這種前進後退的這種相對運動 而是做 這樣子左右搖擺的 左右搖擺的運動 也會導致 通過這個線圈的磁通量的改變 也會造成 線圈當中有感應電流產生 所以 諸如此類的種種變化呢 都能夠產生感應電流 最後呢 法拉蒂傑 把它歸納出來 我只要定義一個所謂的磁通量 這個磁通量就跟 電通量的定義是一樣的 透過磁場跟面積的內積 然後積分起來就可以得到磁通量 隨著磁通量對時間微分 也就是磁通量對時間有所變化的話 把它微分以後 就會得到感應電動式 感應電動式 這個就是法拉蒂定律 其中的負號呢 在標示著 磁通量 改變的方向 跟產生的 感應電動式之間的關聯 有一個負號關係這個負號關係就是 這個感應電動式 終究會產生一個電流 這個電流本身的磁效應 在 阻擋磁通量的變化 這個呢就是 所謂的 人次定律 OK 好 那麼 對於磁通量而言的話 磁通量這個很重要的物理量呢 我們給它一個單位 這個單位叫Weber 它的SI單位就叫Weber 一個Weber就是指的這個 好這就是磁通量以及磁通量的 時間微分的變化 所得到的 法拉蒂定律的感應電動式 好 人次定律的意思呢 就像我們現在這邊所看到的 如果呢 有一個 磁鐵要向這個線圈靠近 這個線圈會產生電流 這個線圈所產生的電流 究竟這個流向 還是這個流向呢 那麼 人次呢指出了一個 判讀的方法 那就是 所產生的電流 本身會產生一個感應的磁場 這個電流的磁效應 產生了這個磁場 這個磁場 的方向 就像是一個 棒形磁鐵一個磁矩一樣 這個磁矩的方向呢 是要與這個磁鐵 造成磁場的方向相抵抗的 譬如說 這個 棒形磁鐵往這個方向 那麼就會感應出一個電流 這個電流如果是 這樣轉的電流 就會產生一個 像這個方向的 N級 磁場向這個方向 會跟這個N級 互相 產生排斥的現象 也就是要 要抵抗 這個磁鐵向這個線圈來靠近 這個就是 人次定律 的這個 意思 那麼我們知道這個自身產生的電流 這個方向產生的磁通量 是這個方向的 跟 磁鐵靠近的時候產生的磁通量 是往這個方向增加的 是相反的 這就是 電流的這個 負號 的這個 這個 我們的感應 感應電動是 Epsilon 等於負的 D5 BDT的這個 負號的來源 就是這個意思 好 那麼 同樣的道理如果我們遠離的時候呢 產生的電流就會相反方向流動 這個就是 人次定律 好所以 所有這些現象呢 就用這句話歸納出來 那就是 An induced current has a direction such that the magnetic field due to the current opposes the change in the magnetic flux that induces the current 好就是這個意思 那麼一般呢我們這個電吉他 的 運作的原理裡面呢就是用到了 這個法拉第定律啊 我們可以從這裡看到 一把電吉他他沒有共振的音箱怎麼能夠發出 弦的震動的美妙的音樂呢 主要就是因為在這些 弦的下端 弦 在這個黑點的上方的弦呢 本身呢 是一個磁鐵的結構 磁鐵的這個材料 比如說N級向上 S級向下 當弦在這個 這個弦的下方呢 有這個線圈存在 當弦在 線圈的上方震動的時候呢 會感應出一個電流 在Coer裡面感應出一個電流 這個電流呢被送到放 這個 擴音機啊或者叫放大器呢 把這個電流訊號把它放大之後送到喇叭就可以發出 弦震動的訊號 同樣的弦震動的頻率 會產生相同頻率的感應電流 這邊會有一個 感應電流 而這個弦震動的震幅的幅度呢 也會正比於我們這邊的感應電流的震幅 所以 不管是頻率的訊號或者是震幅的訊號 全部都會忠實的反應在感應電流上面 送到了擴 擴大機把訊號放大 從喇叭放出來 就可以聽到電吉他的弦震動的聲音就 被放大出來了 所以這其中用到的就是這個感應線圈裡頭會發生 這個 法拉第的 法拉第的 電池感應電流在這裡頭發生 而弦的上面 在這個 感應線圈上面是一個磁鐵 他主要目的就是在 製造 這個感應電流 好我們看 這個Sample Proven 30-1 有一個 Solenoid S 在這個裡頭他是有 每公分有220圈的一個螺線管 然後在 這個螺線管當中流動的電流是1.5A 螺線管的 直徑 是3.2公分 好所以給了我們一些參數 圈速密度 還有 電流 以及他的直徑 然後呢在這個螺線管的中間 有一個130圈的 Coil 一個線圈 我們用C來代表這個線圈 線圈的直徑是2.1公分 外面的螺線管是3.2公分的直徑 裡面的這個線圈是2.1公分的直徑 好 那麼 那麼 我們 在這個 Solenoid當中的這個電流呢 會從1.5A降到0 並且是穩定的 以25毫秒的時間呢降到0 要問我們說 由於這個電流的變化 當然會導致在 螺線管當中的磁場的變化 磁場變化就導致 C裡面的Coil它的磁通量的變化 磁通量的變化就會導致 感應出一個 感應電動式EMF 問在這個 線圈C當中的EMF 會是多少 好那這個問題很簡單啊 第一個你就是要先把 我們的這個磁通量的變化率把它決定出來 而磁通量 當然就是由 磁場乘上面積 這個 螺線管 所 涵蓋到的這個 線圈的面積是全部線圈的截面 所以把這個線圈C 的截面算出來 C的截面呢當然就是 是 這個 Pi R R就是 1 2 D D是這個2.1公分 所以把這個 線圈的 截面積把它算出來 再乘上裡面的磁場 螺線管的磁場是由 μ0 Ni來決定這個公式 μ0 Ni N是 我們的這個 這個 電 電流的這個圈數的密度 I是裡頭流動的電流 所以圈數密度題目告訴我們是 每公分220圈 那就是1公尺有這麼多圈 乘1000倍 再乘以裡面的電流 再乘上 我們要的這個μ0 再乘上 A 截面積 Coer的截面積 C 請注意到這邊用的是 Coer的截面積 因為我們要考慮的是 法拉第定律裡面是這個 感應線圈的面積 不要弄錯了 不要用到這個 螺線管的面積 所以這故意給你一個 3.2公分 你不要弄錯了用到3.2公分的這個直徑 這樣的話我們就算出了磁通量 多少web 這個是初始的磁通量 會從1.5安培 這樣的電流降到0 所以 它的磁通量的變化率呢 就由 初始 末了是0 初始是 現在算出來這個 I的 所以0減掉初始的 除上時間 因為這個變化是 是穩定的 Steady 這個 題目講了 Steady Decrease 好 所以把時間 25毫秒 放到分母 Delta T 裡面 把磁通量相減 我們就得到了磁通量的變化率 磁通量變化率當然就對應到 感應的 電動式 所以 我們得到是 這麼多 伏特 好 那麼 這是單一一個圈的 因為我們的C呢有130圈 所以要存130倍 所以最後得到75 毫伏特 就是我們最後的答案 OK 好我們來看sample problem 三十字二 In this figure A conducting loop Consisting of a half circle of radius R Equal to 0.2 meter And three straight sections The half circle lies in a uniform magnetic field B That is directed out of the page The field magnitude is given by I this equation With B in Tesla And T in seconds An ideal battery With EMF 2.0 volt Is connected to the loop The resistance of the loop is 2 ohm 好 現在呢 在這個圖裡面 我們可以看見有個均勻的磁場 磁場的方向是從 紫的後面 穿向紫的前面 因為這個點 代表著這個方向 在這個紫面上我們可以看見有一個半圓形的 這個 線圈 這個線圈呢 在半圓形的部分是 近在這個磁場當中 這個矩形的部分呢是在磁場的外圍 磁場 均勻的磁場就到這根虛線為止 好 那麼 題目的意思是說 這個均勻的磁場 四處的大小跟方向都一樣 但是呢 它並不是 靜態的 它會隨著時間在改變 隨著時間改變的函數 在這個地方 以這個函數行為在改變 好 那麼 在這個線圈 的回路當中 接了一個電池 這個電池是兩伏特的電池 直接在這裡 好 那麼 假設 整個loop 整個回圈的電阻只是兩歐姆 下面呢要問一個問題說 What are the magnitude and direction of the EMF induced around the loop by the field B at t equal to 10 second 好 這個問題第一個問題說 在時間10秒鐘的時候 那麼 由於磁場的變化 隨著時間的變化而導致 感應的這個 電流 跟 感應的這個電動式 感應的電動式它的方向 跟它的大小如何 在10秒鐘的時候 好 那麼這個問題當然感應的部分呢當然 我們要由這個 呃 法拉第定律來決定 所以 頭一部呢我們要先把我們的這個 磁通量先把它算出來 那麼 整個回圈雖然有 一個半圓再加一個矩形 這麼大 可是 只有這個半圓的部分 被磁場通過 所以磁通量只需要計算這半圓的部分 所以半圓的部分的面積 就是πr平方的一半 所以是2分之1πr平方是我們的面積 然後 磁場呢 B B 隨時間的變化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要對整個微分 對 d5bdt微分的時候呢 因為A是一個常數 B 的微分 就在這個地方做 做完了之後我們就知道 4t平方的微分是8t 2t的微分是2 3微分0 所以2分之πr平方的 半圓面積乘上這個微分完之後的結果 就是我們induce的這個 這個 EMF 這個 感應的 電動式 所以把10 t等於10帶到這個地方來 把它算完 那r呢 我們知道他給我們r是0.2公尺 所以把這些數據都帶進去呢 在10秒鐘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它算出來了 好 那麼 算出來的結果呢 是5.152這個結果 所以這個結果呢 把t等於10帶進去 其 結果呢 應該是在t等於10的時候的結果 應該是 5.152 因為這是正的 正的 OK 所以 它的流向呢 是 呃 我們知道 這個 這個問題呢 這個 t呢是 微分完之後是正的 所以 磁場呢是在 增加當中 隨著時間是在增加當中 所以你這個磁通量是 從下面往上面是在增加 磁通量增加 所以會產生一個感應電流 是這個方向流 要抵抗它 所以 我們的感應的 電動式呢 是這個方向的 啊 Aption Aption Induced 產生的方向是這個方向的 而Battery的方向是這個方向 所以這兩個方向是相反的 那麼 因為Induced的這個 電動式呢 比Battery還大 所以 最後 這個傳導的電流呢 是由這個來主導 所以把5.152 減掉 電池的 電動式2 在除以電阻值 就是在裡頭流動的電流 我們要問這裡頭流動的電流 在10秒鐘的時候的電流 算出來是 接近於1.6A 而它的流向呢 應該是這個方向流 這個方向呢 當然就是順時鐘 Clockwise 順時鐘方向流動 OK 所以就注意到 我們的這個 法拉提定律呢 是要 人次定律 要注意人次定律的流向 是與這個 呃 持通電的改變方向 是相反的 啊 這個 這個很重要的一個 符號關係 那麼 這樣算出來結果 我們就把它看到在這個地方 好 接著我們來看 啊 Sample Problems 30-3 在這個題目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見有一個 長方形的一個回路 這個回路呢 被浸泡在一個 被放在一個 非均勻的磁場當中 這題目是非均勻的磁場 也就是這個磁場呢 會隨著位置而有所變化 比如說 這個 函數關係就是 由這個函數 來描述的 4T平方 X平方 請注意到不僅是跟 位置變化 並且隨時間也在變化 但是呢 它的方向 是 directed into the page 所以是朝裡面的方向 所以是 從外面往裡面的方向 磁場的往裡面 好 然後 這個回圈給了它的基本參數是 寬度是3 這個 這邊是3 寬度是2 高度是2 要我們計算 所產生的感應電動式 在時間是0.1秒的時候 這個感應電動式的大小是如何 好 那麼做這個問題 一樣法拉提定律 告訴我們一定要先算出 5B 然後再試圖問 5B 對時間的微分 OK 那5B 的問題是 積分的時候 這個問題 是有意義的因為 這個 這個 隨著位置的變化是不均勻的 但是 還沒有那麼複雜 它只跟X有關 跟 這個Y方向的變化是沒有關係的 換句話說我們要做 這個 積分 做 B D A 這個積分的時候 其實是 把DA這個面積單元呢 分成 D X的 這個 這個寬度乘上高度H 所以DA呢可以寫成 H 乘上D X 因為我們的B子跟X有關 而跟Y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 積分的時候 只對X的變數來做 積分就夠了 所以我們把 這個積分呢 如果把 這個磁場 的函數關係 4T平方 X平方 放在這邊 那麼你就是 HDX的積分 再把4T平方的 H呢 提到積分的外頭去 只剩下X平方DX的積分 那麼 這個積分就很好做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下面這個積分呢 就像寫成這個樣子了 再下一步呢 把4T平方 4T平方H 提到外面去 剩下X平方的積分 積分的範圍呢 就從X等於0到3 這個 W是3 好 所以最後 X平方的積分是3分之1 X三次方 上下線帶進來 最後的結果是 72T平方 果然 我們的 磁通量 是時間的函數 下一步呢 就是對 磁通量對時間來做微分 就得到 144T T平方的微分 2掉下來 乘上72是144 再乘上T 所以 時間 如果鎖定在0.1秒的時候 把T帶0.1秒進去 就是14.4 所以就是14.4 伏特 近似於14伏特 所以最後我們就算出來 它的感應電動式 好 那麼方向呢 方向是什麼方向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 呃 磁通量啊 是隨著時間呢 整體上來講是在增加的方向 T平方 對不對 T平方 X平方全是正的 所以磁通量呢 是在隨著時間在增加 磁通量 因為現在的磁場是 往裡面的方向 往裡面增加 啊 所以 我們 磁通量 是往裡面 所以它會產生一個感應的電動式 是要抵抗磁通量的增加 所以往這個方向的 磁場 感應的磁場 應該往這個方向 所以電流呢 應該這個方向流動 啊 所以 應該是一個 逆時針方向流動的一個電流 啊 好 所以 我們產生的電流應該是 啊 逆時針 所以是 Counter Clockwise 這就是我們的答案